找我什么事啊 你好 请问需要喝点什么吗 不用 再给我拿个杯子 好的 谢谢 你跟陈木白最近怎么样 赵总 你说找我过来是要聊工作的 行 那就聊工作 赵总 赵总 你说找我过来是要聊工作 你觉得今天的测试怎么样 测试 正常吧 正常 我看你才是那个说要聊工作 但是在聊感情的人吧 我就直接说了吧 我觉得你跟陈木白的关系 已经影响到了赛车本身 不管是陈木白还是瑞芳 他们现在需要的都不是一个正常的成绩 他们需要完美 需要确定性的胜利 这也是他当时为了你 做出的保证 他会做到的 我也会做到的 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 都不会影响比赛 我想请问你 凭什么这么自信 这个是大脑切面图 这里是大脑中央前回皮质运动册 负责掌管运动 这里是前扣带回皮层 负责掌管情绪 你担心的情感问题 是不会影响到陈木白的 因为这两个区域不互相重叠 好 不影响陈木白 那你呢 我试着用你的方式 跟你沟通一下我的想法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什么叫做悖论 情感跟理智的悖论 方程式赛车 本来就是地表上 速度最快的运动 它的安全跟速度 本身就是个矛盾体 就像车手跟工程师 就应该是单纯的关系 他们互相磨合 一直维持着一种危险的对立 但是如果这个中间 发生了什么不可控的因素 破坏了这种平衡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就好像是你跟陈木白 现在这种 特别的牵挂 想要的太多就是会失去平衡的 现在它既失去了装酒的实用性 也影响了玻璃杯的美观 还浪费了一瓶好酒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只是还在调整数据 我还在找 我会找到最适合陈木白的调教 你就是害怕了 作为一个工程师 我失去过很重要的人 我现在能做的 起码是不要让任何人 在我设计的赛车里出事 但是你最害怕失去的 就是他 对吗 你看 人的情绪本来就是 世界上最复杂的东西 他不受控制 也没有办法计量 陈木白也是一样的 我认识了他十几年 泪这个字从来就不会从他的嘴里说出来 但是今天他为了你 揽下了所有的责任 因为这个悖论就是相互的 他在意你 所以他不想让你担心 你也在乎他 所以你没有办法放手 让他有多快跑多快 就算这个悖论是真的 我相信只要是问题 就一定会有答案 其实我今天 也不是作为一个投资者 想要来质问你 也不是作为一个情感竞争者 想要打压你 你可以把我当成是你们两个的 朋友 我希望你要好好考虑一下你们现在的处境 陈木白现在肩负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梦想 还有瑞丰 瑞丰是陈霸陈霸一手创立的 他对陈家姐的意义非凡 所以他必须往前冲 他也只能往前冲 当然我知道你也有你自己的考虑 但是作为朋友 我建议你要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 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希望真的像你说的那样 祝你们好运 你这么愿意 你怎么会 我愿意 我愿意 你怎么会 我愿意 你怎么会